话语时机,他的一生,完美了我 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读的每日灵修是在12月8日,星期四 主题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话语上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命令你的一切律法 不能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约书雅记一章七节 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我在一些事情上 与神的灵约定 我不想让我的生命中涉猎不同的事情 猜测并试图弄清神对我生命的目的 我想确切地知道该去哪里,该做什么 以及如何设定我的航线 我想要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方向 因为我想,既然他已经知道我的未来 那么我来问他也没有什么不对 你猜怎么着? 他把我的心智和灵指定在他的话语上 他对我说 我的话语是你的指南针 他照亮了你的道路 如果你遵守我的话语 你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你会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兴盛 这就是他在我们的主题经文中 对耶稣亚说的话 诗篇119篇105节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中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他就是这话语 哈利路亚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话语上 你就永远不会失败 这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默向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兴盛 必有美好的成就 约书雅记 一章八节 神的话语是绝对的真理 你可以完全依赖他 不要害怕去相信 神并持守他的话语 你这样做是不会犯错或后悔的 那些后悔遵循神话语的人 从来没有真正认识神的话语 他们不是在遵循神的话语 而是在遵循自己心中的欲望 当你奔向神的话语时 无论什么试图让你分心 你都要保持专注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的话语是我的光 是我在生命中导航的指南针 他是引导我走在成功 胜利和伟大之路上的光 通过你的话语 我得到了对国度的奥秘 和实际的洞察力 感谢你赐给我 被你的话语所引导和调节的祝福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我们也可以参考经文 在 约束亚纪一章八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节到十一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灵修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一下